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首相当中的在正宫的位置 在金星球内部出现这个横财纹 就是一横一横的,很明显 并且非常清晰,代表财富指数比较高 而且呢,在手掌当中 在手指的这个内侧 内侧有一个质 这个质呢,是典型的聚财之质 聚财之质 但是它感情线有分叉 它这个感情线分叉呢,并不是凤尾纹 凤尾纹呢,是分叉比较平均 比较大小,这个纹路啊 比较平均,大小长短都差不多的 这个分叉呢,就容易啊 为感情而困扰 婚姻方面需要这个 求现离婚的可能性比较大 需要谨慎一些 我们看这个 这个纹路呢,就是在 形成元宝纹啊 它的元宝纹形成的是由 事业线啊,事业线 生命线,以及智慧线的分支 包括这个,这个纹路是什么啊 旅行纹啊 一起构成这种掌心的元宝 这个纹路呢,元宝纹非常的密闭 非常严格 而且呢,元宝的形状啊 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说,如果是配合生存八字来看的话 可以判断 它的这个大概流年什么时候 出现这个 人生的财酷 这些景字纹啊,景字纹呢 在掌心名堂偏左的地方 出现这么大一个景字纹啊 这个是一种利于权,利于贵的一种标志啊 什么叫利于权贵呢? 就是说啊,它适合在公门 办公门类行业发展 就是说它适合做公务员啊 然后自己的这个官运不错 一步一步往上升啊 利于权贵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就指事业线非常清晰深长啊 穿透了智慧线 直达感情线的这个底部 对于事业线 对于事业和财富的追求欲望比较大 敢打敢拼有魄力 因此呢 不管男女事业线好的人呢 都是能够拥有极高的财富指数 这是事业线 再加上掌心的位置啊 出现一颗痣啊 掌心这个手掌正面的位置 出现一个痣 正面的痣比背面的痣要好很多啊 好了,有关这个手相当中的一些财富方面的一些小知识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堂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